嗨,你好,我是思云 今天想跟你分享 如何面对快失控的生活 提供三个方向给你参考 第一个就是放手 我们要接受新的东西 新的变化 放掉就会不一样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放手 第二个方向是放心 我们对旧的东西不放心 念念不忘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放心 在这个时候只是一个过渡期 我们要相信一切都会过去 过好一天,酸一天 当一天的和尚,敲一天的钟 把今天过好 明天还能继续就好 第三个方向就是放下 你怕死吗? 对于死这个字 你的定义是什么? 死就是失去,切断,脱离 一切都是要放下的 当我们面对生活失控的时候 就是练习放下的时候 放下并不是放弃 而是真正的进入 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东西 当我们真正放下的时候 心情就会变成很轻松 我们就有多余的时间跟空间 进入新的领域 那时候就会如鱼得水 让生活过得更顺畅 所以今天分享的三个方向就是 放手,放心跟放下 希望可以解决到我们现在 即将面临失控的生活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到你 也谢谢你的收看 期待下次再见 拜拜